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大敦美展 今年迈入第27届 多年来将大敦美展历届得奖典藏的作品 带至日本 美国 澳洲和东南亚等地展出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暂停巡回之旅 今年是疫情后再次踏出国门 与泰国曼谷盛大展出 我觉得我们要多多出去展览 让大家认识台湾 我们的文化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也希望很多人透过这些展览 能够到台湾去旅游 去参观我们各个的文化的 很多不一样的地点 今年大敦美展岳阳展出 墨彩 书法 转科 胶彩 油画 水彩 版画 雕塑 工艺等60件作品 当中还有两件是来自国外的得奖作品 吸引不少喜爱艺术的爱好者前来欣赏 台中市政府则期望透过这个平台 促进国际交流 未来我们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泰国喜好艺术的好朋友们 可以来参加大敦美展 那也欢迎我们在地的乔社 目前听说有非常多对艺术有兴趣的好朋友们都在学画 那希望将来可以做到一个实质的交流 魁为两年大敦美展盛大举行 祝台代表庄硕汉出席开幕典礼 台中市长卢秀燕则透过影片表达祝贺之意